随着二骑水道进入臭碎期 山猪等野生动物 偷吃破坏农作物的情形也跟着家具 卓西湘两名猎人为了帮农民除害 昨天深夜在田区寻守打山猪 但由于天色昏暗视线不佳 错把同样也来寻守农田的年轻猎人 当成了山猪射击 造成了男子颈部重伤 送一急救后仍回天罚树 你进去了 火爆道场救护的消防人员 将误遭涉及警部重担的马姓男子台上救护车 一旁家人痛心哭喊 意外来得太突然 昨天深夜古丰村这两名猎人 原本要帮农民灭除山猪危害 却不小心误涉伤到人 两人也十分痛悔的从旁 一路协助马姓男子送医 山猪他有没有开灯 他窝在那个田梗里面 我看的时候结果就打了 玉利班局调查 陈姓以及苏姓二人有鉴于二旗座抽税棋 山猪野生动物频频危害到作 昨天深夜相约到部落田区寻守打山猪 但因天色昏暗是显不佳 霧把蹲在田梗上 同样也狩猎山猪的马姓猎人当成山猪来涉及 马姓男子颈部重担重伤 送医后仍回天罚树 苏姓犯贤与陈姓友人 攜带猎枪前往稻田狩猎 因视线不佳 苏贤误认黑影为山猪而开枪射击 误伤独自前往打猎之马姓男子 经救护人员到场将伤者送医治疗 仍宣告急救无效 警方将两人带回派出所侦办 历清事发经过 并查扣三人合法登记使用的猎枪等证物 或列线消防局也特别提醒民众 狩猎时务必提高警觉 确认目标后再涉及 以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记者张明泰 石玉兰 作息采访报道